我先回應一下鍾小平 第一個 如果韓國瑜在當立委的時候 林常佐他統計三屆18個會籍 他的發言率創下是零 出席率也很低啦 那只要有一天他上臺發言 鍾小平都認為 我們都應該鼓掌嗎 是這樣嗎 他立委沒做好 這我同意我支持你 那我就用這個比喻啦 比喻小學生我們也可以這樣比較嘛 如果一整年兩個學期 每一天都遲到 只有一天哇 突然八點出現在教室 大家就要給他支優生 就要給他鼓勵嗎 給他頒獎狀嗎 同樣的台北市市長 2018年當選12月25號就職 一當選完了就開始出國 之後就開始初選 之後就開始請假 這樣已經是 對高雄人是一個羞辱 因為姚江麟們 曾經說過 總統才是西裝 高雄是什麼 內褲 內褲可以丟掉 天啊 你們從上到下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是這樣子看待高雄 是這樣子處理高雄嗎 最好韓國瑜還打一槍 48萬人躲在遮羞布上 高雄人有什麼羞恥 還是這樣一個市長中途撈跑去選總統 還有姚江麟 姚江麟還改革別人 你這樣是不是被改革 你還做這種中常委 你還講講這種話 嗯 對不對 然後高雄人有什麼羞恥 你要把高雄人說 48萬人鑽在遮羞布下面 怎麼怎麼會是這樣的價值觀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國民黨政權丟了很久了 這次也沒拿回來 你還在擔心韓國瑜那1.61 他有沒有拿回去 你這一次施衡嘛 這是哪門是比例原則 還有第三個 吳敦毅不在現場啊 吳敦毅為了國民黨的前世今生 產品有用醬醋茶 每天傷腦筋啊 身體都出狀況了 今天他要拿帳本跟你中小皮對嗎 你上個節目 調列幾個 就把吳敦毅一棒打死嗎 你沒有看那個報導 有人跟他追債 是吳敦毅自己拿去花掉了嗎 8千萬 後來有人跟他追債 他要去向另外一個人借了3千萬 還了以後 那個人沒有再追了 吳敦毅是為了要娶媳婦 還是要給兒子 這個存老本嘛 都不是嘛 不能這樣講 他不不管當什麼主席 你不要超過 你們也私之差 你們也偏差 你們也偏差 很離譜啦 很離譜啦 對啊 你拿出帳本來嘛 是不是 花蓮有黨工 五個月沒領到薪水誰去解決 你怎麼不算進去 對不對 你拿帳本來算嘛 如果真的要這樣清算的話 大家拿來戰粉對嘛 那韓國瑜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吳敦毅跟蔡振元都說給了你4千多萬 那雖然是跟金主募來的 你是不是也要對賬 你們國民黨錢花到哪去了 為什麼弄到黨工沒有薪水 黨工都沒有辦法去跑那混傷喜氣 幫你們國民黨能夠做一點關係 這麼窮的一個黨嗎 你還漏算了 那你們國民黨在海外還有投資 你還漏算了 對不對 大家拿帳本來對嘛 這是回應鍾小平的啦 王小姐事件 全台灣都在探討 政論節目在探討 而且王小姐事件有什麼不對 見人見智嘛 對不對 好 您剛剛問我 我覺得謝金河是我們媒體的前輩 也是長輩 他今天道歉是覺得他害到他老父了 老父氣色很好 說實在的身體健壤 然後他老父跟謝金河他們做人就是說 雲林的那種在地的那種敦厚 不願意說 即使你敗選 尤其是你敗選的時候 然後他一場演講 然後講出一些真相 對不對 但是謝金河他是道歉這個 但是他沒有道歉他的內容 他後來 我們用一個網路術語還補刀啦 補刀就說這是你私下的 我不應該把私下講的話拿出來講 更增添一些真實性嘛 他有消息來源啊 對 是 還會私下跟他講的嘛 對不對 那他只是說他這種做法不應該 那我覺得啦 他講的是喝酒這件事大家比較關注 可是你仔細看他講了好多事情 因為吳主席那個部分我們就不提了 因為涉及他個人的隱私啦 不提 我也不知道他講的郭台銘什麼 他應該知道郭台銘也很多啦 他講韓國瑜幾件事情 他有沒有講他打麻將呢 打麻將又是一堆故事啦 那我們因為時間緊迫 我們就想喝酒這事情 打麻將會有王小姐 因為他打麻將我帶一下 他的那個學長張五月 從學生時代就跟他打了 他打麻將也很長的歷史啦 後來果然在那個北農 跟王小姐打麻將就出了問題嘛 他打麻將是一個歷史 那他發言的時候不精準 後來被人家拍到 當了高校市長其實還在打麻將 這都是增添他的那個爭議性嘛 但他講到喝酒 記不記得趙首帛 我還調出那個日期啊 趙首帛是2019年7月29號 國民黨中評委 他中評委的身份苦口婆心在那邊勸 就那時候韓國瑜的發言人 王儼就怎麼講 說你們這些人 你不要把餐飲文化裡面 精緻文化的一環 當成毒品污名化 如果你那時候的做法說法 是聽了趙首帛的勸 然後你那時候就說 好我聽趙首帛 中評委給我的建議是為我好 為我的前途好 所以我借酒 或是我低酒不沾 我只有應酬的時候 難免要舉舉杯子 這個我們就覺得很不一樣 那在總統大選這麼龐大的壓力下 以及他那麼大的權力欲望的情況之下 都還沒有辦法改變他 那你想想嘛 那韓國瑜講到態度的問題 大家記不記得我又調出日期了 他剛三任不久 2019年的3月29號 他開會的時候 看到環保局的副局長 姓謝的一位副局長 他在現場我不知道他怎麼瞄到 他是哪邊看的不對勁 那個人不過就是抖了一下腳 然後可能眼神東張西望 他好刺他你什麼態度 後來把他轉調成專門委員 去做冷牙門 對那時候我們還覺得說 如果這個局長真的是很輕挑 態度不好 或是對於你一個剛上任市長 他好像不敬重的話 我覺得他是有權限可以處理的 那時候不經意 可是同樣的啊 面對一個記者去抽查 就是連六天拍到每一天大遲到不說 有的時候還到中下午一點多才出門 現在要給他鼓鼓掌 你給韓國瑜鼓掌 我還要給那記者鼓掌 記者比他早到多少 那個腳架都架了在那邊等他 誰知道他今天八點八 那你再看到他拜選之後 十四十五號 他都是八點五十四分出門 或過了九點才出門 你八點五十四出門的話 你就是遲到嘛 輸了兩百六十幾萬票 還沒辦法找到 或者準時到 啊你說這怎麼辦 那在那邊 好像那個 眼皮很重 眼皮很重好像沒清醒那種感覺 那如果按照韓國瑜那時候 賀斥那個謝副局長的標準 那你是什麼態度啊 這麼重要的公開場合 你在那邊 差點要好像好像眼睛要閉回去的那種感覺 你看他眼睛要閉起來了 那我覺得真的真的是 是覺得說感覺他好像很吃力 光是一件事情 對於高雄市長只是像小學生一樣要求他 你是不是可以準時沒有要求他像侯友宜 像鄭文燦像柯文哲像過去的蘇貞昌 像朱立倫那樣子八點鐘就到欸 甚至有人七點多就到了 然後那個還沒有上班 如果那個蘇貞昌聽到那個鈴啊 那時候還沒有手機啊 看到那個聽到那個公務電話 一直在想一直想想煩了 還發脾氣的欸 沒有人接啊 是沒有人接了 因為你比較早到 不過這都不卑微的要求 那當然啊 就是說韓國瑜六十幾歲了 他之前接受我的廣播專訪 他有提到他夜裡他平尿 他自己自嘲說一夜七次郎 我是一夜一次郎 我大概年紀大了 大概四五點會起來上一次 以前年輕的時候哪裡 睡到中午都不會起來上廁所啦 可是老了是不是 那他這個毛病的確會打擾他的睡眠 這也必須要幫他講完整嘛 他不是說每天都喝酒喝醉 到那個晚上睡不著 睡不好 然後遲到 他也有身體方面的毛病 他又說不出話 每次都跟你講我一夜七次郎 我出來起來上七次廁所 就是說那侯友宜年紀也不輕啦 那其他人也有 吳敦毅年紀也不輕啦 投友宜警察出生有練過啊 其他人不也年紀 中老年嗎 那為什麼人家做得到呢 那郝伯春幾歲才當行政院院長 為什麼人家一大早六年都去游泳呢 就是說那為什麼人家做得到 那你看其他直轄市市長 其他縣市首長怎麼做的嘛 高雄人會做何感想 人家怎麼做的嘛 我們的市長還要這樣 像小學生一樣 你是不是可以 再早一點啊 光是遲到這個事情 只要他做對了一天 找到了一天 大家好像要放鞭炮那種感覺 你不覺得這個變大新聞 這也很諷刺嘛 我覺得很多事情會讓他學到教訓 如果這樣子還學不到教訓 那以前那種好像很凶狠 你講到什麼事情都發那種新聞稿回籍 發言人也含話好像不是說你 我不是這樣 或不然就要告人家 就是他在很多時候公開場的態度也是一樣 造勢現場電視病人會 證件會通通都一樣 那哪一個是韓國瑜呢 是剛當上高雄市市長有心要做的 那個是韓國瑜呢 還是突然變成另外一個 要跑去選總統 那個是韓國瑜呢 對不對 還是說在總統選到最激烈的時候 搞階級對立仇恨動員 那個是韓國瑜呢 還是現在好像很沉默 最好不要失言 你自己也當起讀稿機了 然後那麼早起的是韓國瑜呢 我們沒有面對過這麼 這麼樣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三溫暖不過也是冷水熱水吧 熱水冷水嘛 這樣子真的是很多變嘛 所以我是覺得啦 這個在看一個政治人物 我們已經看到這樣嘛 那未來就是看高雄人 他們怎麼自己決定嘛 政治人物真的不要私下 為了你的政治利益 如果民進黨真的有那種想法說 哎呀留個總在那邊 吳思懷這個總留在立法院 韓國瑜這個總留在政壇 留在高雄市 然後一個當提款機 另外一個是當印鈔機 你知道網路上說 那個吳思懷是提款機 然後那個韓國瑜是印鈔機 那如果民進黨有這種政治圖謀的話 我覺得下一次民意也會反反反反彈 民意也會給他們教訓 你怎麼可以私自 因為你們政黨之間功後啊 或是你們一個政治圖謀 你就把高雄市市民的 他們的感受 他們的決定左右了呢 你還口口聲聲說 這沒有沒有你們的介入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 謝金河 我們的社長 我們的老大哥 你也不要覺得自己懊惱或是愧疚 你愧疚什麼 新聞媒體不就是要揭發真相嗎 哪有看我們弟弟妹妹在前線 你冒出頭一次 你就這麼歉就 覺得還要道歉 沒有這回事 那為了老爸爸啦 對 不要只看他有沒有遲到這件事情 那已經變打卡現場了 拜託 你要看他其他 你要看他後來的市議會的表現 對 馬上就到了 有說法是延後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乾脆延到五月後 把六月再舉行吧 這就難看一點吧